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接下来我帮大家介绍所谓的外界的干扰跟灵敏度的关系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外界干扰 在这个方块图里面就是一个具有干扰的回收系统 那我们会举的例子就是一个负载的干扰 这个干扰符号就是所谓的DS 那我刚刚有举过在坐电梯的运动的例子当中 电梯要从一楼运动到20楼的高度 在电梯的乘坐当中里面的人 你乘坐的几个人对整个运动来看就是一个外界的干扰 因为搭乘电梯的人数它是不固定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就想成是一个负载的干扰 就是放入我们的方块图里面的DS 所以这个DS本身对整个系统的稳态无差ES也会有影响 所以这个系统看起来就变成是一个两个输入讯号 RS DS是我的输入讯号 YS是我的输出讯号 它是一个两个输入一个输入的一个系统 那其中这个DS 它本身也会影响到我们原来的稳态无差ES的大小 我们来把它做一个推导 首先看一下YS会等于 ES乘上G1S乘上G2S加上D乘上G2S 好其中YS又会等于RS-ES 经过整理RS-ES就会等于ES乘上G1SG2S加上D乘上G2S 经过数学的整理之后得到ES乘上E加上G1SG2S 就会等于RS-DS乘上G2S 把等式左边这个刮弧的E加上G1S乘上G2S除过去 就会得到我们稳态无差的公式 所以呢 带入我们的前面的所谓的中值定理 求它的稳态无差 LimiterS770SES 我们就可以把它得到这两个式子 那这两个式子的左边呢 就是E加上G1G2分支S乘以RS 这个成分的部分是因为输入讯号RS所造成的稳态无差 第二个部分E加G1S乘上G2S分支SG2S乘上D的部分 这个部分就是由于外界干扰所造成的稳态无差成分 所以呢 第一个部分是因为输入RS所造成的稳态无差 第二个部分就是因为外界干扰所造成的稳态无差成分 好我们来练习一个题目 假设G1S等于1000 G2S等于S乘上S加25分之1 我的DS是一个不接输入S分之1 所以带入我们上一页推讨公式ED的刮乎无限大 就是因为外界干扰Disturbance所造成的稳态无差成分 经过计算等于负的1000分之1 所以整个的稳态无差它的造成由于外界的干扰也会造成我的稳态无差 接下来呢我们要对大家介绍所谓的灵敏度 什么是灵敏度呢 因为一个系统它的参数的改变 一个系统里面某些参数的改变 例如说电阻或者电感 电阻跟电感因为它们本身是一个跟温度有关系的东西 所以当我温度在改变的时候电阻也会跟着改变 当我电阻改变的时候对整个系统的性能的影响也会有改变 那影响的程度我们称为灵敏度 所以这个灵敏度呢可以用来测试一个系统的强健性 那通常灵敏度越低就代表了系统对参数变化越不灵敏 它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所以我们希望灵敏度越低越好 那这灵敏度是怎么定义的呢 我们先看这个式子 s就是sensitivity 就是灵敏度的英文 f呢是function 就是函数 p呢就是parameter 就是所谓的参数 它定义成limitΔp区距0 就是参数的变化区距0的时候的分母是参数变化百分率 分子是函数的变化百分变化率 分母是参数的百分变化率 分子是函数的百分变化率 把这个式子用数学来表示 参数的百分变化率就是p分之Δp 把这个式子取极限limitΔp区距0 把这个式经过整理 就得到这个公式 等于f分之p partial f partial p partial就是f 这个函数对p的偏微 好 我们把这个公式 利用这个公式来做一个例题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灵敏度的例子 这是一个二阶的系统 我们要探讨的是 稳态误差 1s 1的无限大 跟这里面的参数k 跟参数a 的灵敏度的关系 所以第一步假设我的输入讯号rs 是s² 它是一个斜波输入 我们可以先经由计算 求得它的稳态误差 1的无限大 等于k分之a 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稳态误差 跟a有关 跟k有关系 所以呢 代入上一页 我们稳态误差公式 s 就是 1a 1就是我们的function a就是我们的parameter 我们求它的灵敏度 所以代 会等于 1分之a partial 1 partial a 得到的结果等于 正好经过化简得到等于1 1 再来求s 跟参数a 是一个正比关系 因为它的灵敏度正好是1 那代表了稳态误差1的无限大 正好 反比于参数k 因为它的灵敏度是等于-1 好 接下来我们对大家做下这一章的结论 我们这一章呢 针对线性连续控制系统 探讨它的稳态特性 第一个 我们系统的稳态误差 主要是由 测试信号 与系统的形态来决定它的大小 第二个 系统形态越大 就是我前面说的season type 它的n gs 它分母的s的次方 越大的话 这个系统 它的追踪能力就越强 它可以追踪到 变化越快的信号 第三个 我们了解到 灵敏度的定义跟它的特性 在这一章节里面 我们主要探讨了 稳态特性的各个功能 它跟输入讯号 如 不接输入 斜拨输入 跟 抛物线输入 的情况下 它各种接次的 稳态误差的情况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